Go! 歡迎! 惹怒我了 打!你不要我手 我就打下去了 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桃花還蠻多的 小花疼 這件事情連我媽都不相信 我媽都到學校去質問老師 老師你確定要 你要不要等我 可以 我們就在那個 要去福利社的時候呢 就有個學妹看到我們就 欸 翻車你走那麼快點好不好 怎麼樣 難心沒 拽啊 你們 就是很噴他啦的那種 學妹你就 很贏喔這樣 我就做這個動作 然後她 我就打下去了 因為她戴了眼睛 她就開始就流血 我就對駕到 遜到處去了 很多的男生 他可能會在公車的後面 用立刻擺寫我的名字 電線桿上面 會有很多我的名字 但其實這樣有點尷尬 因為很多小狗在上面尿尿的時候 都會尿尿我的名字 收到那個學長 折給你的愛心啊 或是那種一百塊折的愛心 他說 哇 她也太愛我了吧 怎麼從小就那麼貪財咧 我們學校隔壁剛好是夜市 那有時候晚自喜都會偷翻 搶出去外面買東西吃 就有一次一翻過去的時候 就遇到我的班導 第一句話反應就說 老師你要吃什麼 然後他就說鮮水雞 我說OK 待會買回來給你 然後就過關了 我國中畢業之後的那段暑假 有去染過頭髮 就是染那種比較淺的咖啡色 開學的時候就被老師說要染回來 已經染淺過了 所以就是一下子蓋太黑的話 會以後會很難再染其他髮色 所以我就是偷偷染了一個 很深很深的咖啡色 有一次我們班上同學大家集體 跑去染的紅色 全班同一個顏色這樣子 然後老師看到也是想說 也不知道講什麼 因為怎麼全班都染了 那時候我覺得還好有老師就是盯著我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 不到幾分要打幾下 那時候才會認真念書 所以還蠻感謝國中老師 他會一直鞭策我 國中的時候有一位就是國文老師 叫朱美青老師 那他就是為了要鼓勵同學們 可能多閱讀啊 多寫作啊 除了就是都叫我們鼓勵 我們寫一些閱讀報告之外 他在辦公室設立了一個小圖書室 比如說我還蠻會寫文章的 然後口條也還算蠻流利的 我覺得都是因為那位 那些老師這時候的影響 國小三年級的老師 他叫做謝發輝老師 為什麼印象深刻呢 因為我小時候一直覺得 自己白癡白癡笨笨的 結果他在三年級的時候呢 告訴全班同學說 要選我當班長 班長有什麼了不起 我小學也當過班長 對啊 這件事情連我媽都不相信 我媽都到學校去質問老師 老師你確定要找我當班長嗎 果然那個老師在我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就可以說是我人生的伯樂